实行33年的小六评估考试UBSR 经过各方多年探讨之后 教育部宣布 从今年开始全面废除小六检定考试 并以课堂评估作为升学门槛 除了永久废除小六检定考试 由于当前疫情严峻 中三评估考试PT3则是连续第二年取消 教育部高级部长拿督·莫哈莫拉兹表明 今后将会加强校园评估的方式 但是不会安排小六生参与任何替代考试 1988年落实的小六检定考试 正式走进历史 经过多年争议和修订 加上世纪瘟疫的侵袭 教育部去年宣布取消考试以后 今年决定全面废除小六检定考试 教育部高级部长莫哈莫拉兹 下午召开特别记者会宣布 课堂评估将全面取代小六检定考试 以评估结果作为升学标准 而现阶段不会廢除中学预备班 课议和修议和修认 经过好几场质询会议 考量校方家长和学生 以及各个相关单位的新生 才有如此重大的决定 除了家长和孩子背负考试压力 以优等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 就连老师也得和时间赛跑 guru besar dan guru-guru ada menceritakan bagaimana mereka terpaksa mencuri mencuri ini so-called menyusun kembali jadual mencuri masa mata pelajaran lain yang tidak ada peperiksaan bagi membolehkan murid-murid membuat persiapan untuk peperiksaan UPSR itu dalam seantara konteks yang diberikan ini juga mengurangkan ruang untuk guru menggunakan kreativiti mereka dalam menyampaikan pengajaran di sekolah 过去几年同样面临废除声浪的中三评估考试 去年因为疫情而被迫取消 避免给学生增添心理压力 由于疫情依旧严峻 2021学年的中三评估考试 则延续去年的形式 根据课堂评估 课外活动评估 以及心理评估 作为评定标准 至于有意申请寄宿学校的学生 则可报考特别学校入学评估 莫哈莫拉兹重申开在节以后 学生将恢复为期10天的线上教学课程 再进入年终休假 有鉴于各方面考量 教育部决定维持现有的学年历 不打算让学校提前放假 另一方面 针对政府承诺 发放15万台笔记型电脑给清评学子 莫哈莫拉兹透露 派发计划相当顺利 目前已经成功发放 13000台笔记型电脑给目标学省 埋葬 hearing 230分脏85-415 raise 431分脑5成本